顽劣少年 因为犯下一个过错 被家人送去当苦行僧 究竟是什么样的过错让父母做出这样的决定呢 今天为大家带来故事 带刺的棕榈树 阿培被母亲送去了一个偏远寺庙当苦行僧 忧怨的眼神呢 昭示着她并不情愿 她求助地看向母亲 但母亲只对她无奈地摇了摇头 剃度之后呢 母亲就准备离开寺庙 因为不满 母亲丢弃自己 阿培形容母亲是个淫妇 这也是父亲的原话 原来阿培的母亲早年因为外遇跟人跑了 在她眼里啊 母亲一点也不疼爱自己 母亲听到这话给了她两耳光 随后又心疼地抚摸着被她打的地方 说要是当初她把阿培一起带走 现在也不会这个样子 母亲还说没有谁知道她在这里 阿迪也已经逃走了 等风声没那么紧了 就来接她走 看到这里啊 我们不禁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阿迪是谁 为什么是离开多年的母亲送她来寺庙 阿培的父亲呢 又身在何方 母亲走后 阿培跟随师父一起进修 但无心向佛的阿培啊 根本心不在焉 一不小心踩到了一个装着祭品的篮子 等她回过神来 师父已经没了踪影 阿培一路前行来到一个祭祀场 那里呢 立着一个高耸的祭台 师父告诉她 这叫做尖刺棕驴 是当地村民专门用来祭祀恶鬼的 今天下午刚举办过一次恶鬼祭 沿途的祭品啊 就是用来投喂给恶鬼的 要等明天月圆之夜恶鬼才会离开 听完师父的话呀 阿培不以为然 虽然他现在是和尚 但他并不信这些鬼怪传说 晚上鸡肠碌碌的阿培怎么也无法入睡 他想起白天路上那些祭品 于是打着灯去树林里拿祭品保护 可刚吃进嘴里啊 嘴角就一阵刺痛 这时树上似乎传来一阵怪叫 阿培赶紧拿着一块面离开了树林 回去后呢 他开始煮起面 一个师兄发现了他 师兄告诫他这是恶鬼的食物 而且现在是他们进食的时间 他必须遵守佛陀的训诫 说着去抢他手中的面条 眼看着面就要打翻了 阿培大叫着让师兄住手 但转眼一看 师兄根本就没有碰这碗面 就在阿培惊讶的时候呢 碗自己悬空了起来 接着掉了下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说真的有恶鬼的存在 阿培好奇的来到白天的祭台 打着灯四处环顾 突然 一个巨大的身影出现在祭台后方 阿培惊得不敢出声 想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现 悄悄离开 然而恶鬼已经发现了他 祭祀的棕櫚树轰然倒下 阿培撒鸭子就跑 躲在两颗棕櫚树后观察 还好 恶鬼并没有追上来 然而就在阿培以为自己逃过一劫的时候 身后的两棵树跟着他动了起来 紧接着头上传来了恶鬼的吼叫 这两棵树竟然是恶鬼的两根腿 阿培大叫着逃回住处 然而简陋的小木屋根本就挡不住巨大的恶鬼 阿培惊恐地抱着头藏在角落 恶鬼在屋外肆虐的吼叫 突然 师兄叫他起床的声音传来 惊醒了阿培这才意识到自己在做噩梦 可如果是梦 那他手上的伤口又是怎么来的呢 而祭祀恶鬼的棕櫚树也确实倒了下来 一切都不是梦 师父说这是凶兆 棕櫚树一倒说明恶鬼要投胎了 恶鬼投胎前必须勾走一个人的魂魄做他的替身 看来有人要遭殃了 昨晚招惹了恶鬼的阿培听完后忧心忡忡 师兄将昨晚的事告诉给了师父 阿培看了一眼水缸 发现自己的倒影很像昨晚的恶鬼 他心烦意乱地打翻了一个水缸 这时一个水缸自己动了起来 居然是一条蛇和一只壁虎在打架 突然壁虎跳向了阿培 阿培尖叫着跑回了屋里 发现壁虎还趴在自己背上 惊慌地用袍子将壁虎打下乱脚踩死 这个破地方他是一秒也不敢再待下去了 于是阿培准备打包走人 师父拦住他 并说只要等今晚恶鬼离开 一切都会过去的 然而师父的劝告没能留住阿培 在山下的途中他迷路了 无论怎么走也走不出迷雾 这时他遇到了师兄 师兄带着他来到一个山洞 这里是大师参禅的地方 其他僧侣做错事的时候 也会来这里面壁思过 他只要在这里好好进修 就可以躲过一劫 临走的时候师兄拿给他一本佛经 告诫他一会儿 不管看到什么都不要被迷惑 那些只是幻境而已 师兄离开后 阿培开始按照他说的诵经 但他怎么也静不下心来 一些片段也不断地涌入他的脑海 而这些片段也解答了 为什么阿培会被送来寺庙 曾经的阿培是一个顽劣少年 他有一个好兄弟阿迪 两人最爱干的就是朝过路车辆 扔石子这种缺德事 然而一次 他们误砸了阿培父亲的车 导致父亲车祸身亡 好兄弟阿迪逃之夭夭 为了不承担法律责任 母亲才把他送到这里 躲避风头 回忆结束 阿培回过神来 这时恶鬼出现在山洞里 他来锁阿培的魂了 阿培完全忘掉了师兄 临走前的告诫 慌不择路的跑出了山洞 另一边 师父正在和众僧侣 为他念经护法 但随着阿培跑出山洞 师父也表示无能为力 他们救不了阿培 这是他的报应 逃进树林的阿培停下来 恶鬼躲在树丛里玩弄着他 阿培气急败坏 朝恶鬼扔了一颗石头 然而石头反弹回来 砸中他自己 随后更多石头砸向了他 敌暗我名的阿培 活生生被砸成猪头 他给母亲打了个求救电话 可是因为说不清话 母亲没能认出他 挂断了电话 而阿培在绝望之际 终于明白了自己的过错 他向父亲忏悔道歉 但为时已晚 最后阿培变成了恶鬼的替身 这个故事来自泰国经典恐怖片 鬼乱舞 为我们展示了泰国抑郁的风情 以及鬼怪传说的同时 也表达了因果轮回报应 不爽的理念 一个行径恶劣的顽皮少年 因为作恶而害死自己的父亲 这是他的第一个报应 而恶鬼对他的报应 则是因为他的轻蔑 没有敬畏之心的人 最后也会付出代价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点赞 转发留言 咱们下期见